大家早安 琳達今天回到我的故鄉彰化縣 但是呢我雖然小時候是在這個西湖長大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是永靜這邊 永靜就在我小時候這個 常常出沒的地方西湖的旁邊 就在我們的彰化平原這樣子 那今天呢要帶大家透過腳踏車 非常悠閒的方式來認識永靜這個地區 我們今天串聯了一些景點 然後十幾公里 真的是很輕鬆很輕鬆 誰都可以騎完 可能我阿公阿嬤騎著這個淑女車 也可以非常輕鬆騎完的路線 帶大家去認識一下這個可愛的小鎮 嗨 嗨 大姐早安 嗨 你好 我們今天的路線起點呢 第一站就是這個鄭成功紀念公園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公園這麼的漂亮 原來就是由我們的幕後工程 來大姐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裡是我們鼎心河的文教基金會認了 所以我們都很認真的把這裡打掃 大家都很喜歡來這個公園吧 我們剛剛琳達也有看到有很多 阿嬤在這邊運動啊 阿公在這邊走路 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是永靜這個地區呢 居民很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從這邊當起點 我們繼續去探索一下永靜 好啦 今天路線來到的第一站景點就是我們永靜地區的大戶人家 現在琳達身後啊這個非常雄偉的這個書院呢 據說已經有160年的歷史 現在呢我們就邀請這邊的主人 我們的邱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歡迎邱老師 嗨 琳達 大家好 我是邱美都 美麗的美都市的都 客語叫做Q米都 歡迎大家來到我家中時地 我們中時地啊 初老師 所以這裡有很多的老師 哇 所以喊個老師就會很多人打招呼 對 好 請請請 好 各位啊 大家來到中時地啊 160年前喔 這一棟蓋好了以後 18680蓋好了以後 秋翠陰 哇 它是我們的歲共生第一名 哇 第一名耶 第一名 對 它很多人來這裡讀書喔 也有秋逢甲這樣子 是來自廣東饒平 饒平客 所以我們祖先在中間 然後真的喔 你看我們的祖先的名字啊 都寫在上面 然後如果是女的祖先啊 會寫主人 到中時地啊 我們這個古蹟啊 真是保留原來的樣子 左邊啊 我們有那個 洗壽堂 左邊洗壽堂 嗯 拜媽祖 右邊是那個多福堂 嗯 有觀音 然後前面那條路叫 多福路 後面叫洗壽堂 就你這邊的 對 洗壽路 對 這是 好 來 走 歡迎來到我們 中時地的老師福 哇 好 來 停 停 停 下馬 下馬 下馬是不是 這是以前秋翠英的老師福 好 好 好 多學生啊 下馬是在外面下馬 走路進來 哦 好 那現在 給你下馬在這裡 來 歡迎 謝謝 來看 這就是老師福 嗯 大概 一百六十年前 嗯 你看喔 他們很多人從遠地來到這裡 東四有一個秋逢甲 哦 他十幾歲走路來到這裡 哇 哇 那這是名師 那這個是那個瓜桶 來看看 我們是老師父嘛 嗯 居人 有藝有看到嗎 有 有讀書 好 再來 辛明 明德 哦 對 一百六十年前我們祖先啊 寫了這一首 好 我唱給你聽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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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ön 我唱的是什麼嗎 客語嗎 是 喔 輕易 哇 好可愛哦 哎呀 不只可愛耶 很可愛哦 這不是花瓶門 那這個是 這不是初入平安的花瓶門 那可是 上面呀 有螃蟹喔 對 還有那個蓮花喔 是 是柯甲連燈 所以從這裡進去的人要柯甲連燈 有沒有看到青雲 那你上來呢 屏步青雲 來柯甲連燈 屏步青雲 走進來 屏步青雲 柯甲連燈 老師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老師福的第三鏡 它是日記時代蓋的 因為日本人他不准我們做私塾 所以我們只好把它私塾移到後面 就是發到後面 對 家丁又到門口去看 如果真的有日本人來 我們就改成日語 因為秋翠英的孩子叫秋里佛 他會講日語 所以他希望我們是以樂天命 那我們也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聽說中石地這邊 我們是今年剛修復完成對不對 是啊 我們的祖先秋華巡宮 他27歲從廣東饒品來到台灣 然後來的時候先住在田尾 1756年 住了100年 然後他的兒子第二代 就來到這裡1825年 所以200年 在這一塊湧建 土地有200年 然後這一棟建築是1868年 完建的 那時候是秋翠英公跟秋明陽公 讓他們兩房合作把它蓋好這樣子 後來就是到了日據時代 秋翠英公1897他離世了 然後他有一個第五個孩子 秋里佛 秋里佛住在這裡 秋里佛是裝協議員喔 哇 他還是我們圓林碰桿的會長 主催者 香蕉主催者 所以他就是對於我們的 地方產物 產物 他是第一名的 秋里佛 那一直到了2010年 我們登陸為古蹟 指定為彰化限定古蹟 十年後 就是三年前開始修復 修了三年 修第一棟 請問一下如果我們想要有老師 秋老師這麼精彩的講解 我們要怎麼練預約 預約喔 那就是我們胡連村有村長嘛 秋錘裕村長 他是錘自備的 還有管理人 秋錘辦管理人 網路打一下囉 就可以來到傳說中的 忠實地老師福 好 琳達呢剛剛走完這個行程 覺得真的是有點白幹交集 因為其實呢我自己是 阿公阿嬤是KO人 西湖就在這個湧靜的隔壁 那其實在彰化平原這一區呢 有非常非常多這樣的族群存在 就跟秋老師他們一樣 就是我們其實是客家人 可是我們已經不會講客家話 我們都是講閩南語這樣子 那他們現在呢 有證明這樣子的一個族群 叫做客底 我們都是客底人 沒錯 那走完這一區呢 其實我小時候在阿公阿嬤家 我們也有一個古厨 就是小時候都在那個三合院玩啦 所以看完這邊秋家大宅 真的是保存得非常非常好 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有一點點尋根的感覺 也非常推薦大家呢 如果來到彰化完 可以來永靜這邊走一下 好丁達現在來到了永靜鄉的這個甘肅公 在我身邊呢 就是我們的總幹事 來請總幹事跟我們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甘肅公的總幹事劉仁李 甘肅公在到今天建廟大概有200多年 媽祖呢 在這幾年來連續大概要一二十年這一段期間 在我們媽祖生的前後 都會背來一丁 很大丁的蜜湯這樣 甘肅公公公聖母 我們中這時候是大媽 右手邊是二媽 三媽就在我們左手邊 主委現在要帶我們去看蜜蜂 天啊 太酷了 竟然走進來 真的 我看到蜜蜂了 這蜂都會穿它背 真的咧 我出來給攝影師試試看 真的 天啊 這好酷喔 我要拍照 天啊 這很危險喔 這個蜂窩真的是 好多蜜蜂耶 謝謝 謝謝 哇 甘露嘛 而且這是解冰水 太幸運了吧 好 我們獲得了這個 甘肅公的甘露蜜茶 馬上來品嘗一下 騎車騎得熱熱的喝一下正好 酸酸甜甜的 棒 好啦 琳達來到了這個品花學 我們請張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品花學這個品牌 其實品花學最早就是蜜蜂花 台灣的傳統的那個 集慶的時候那個新娘子跟那個婆婆戴著頭上那個蜜蜂花 其實琳達小時候阿 就是阿嬤他們就是要過年過節 或是我記得好像是大年初一吧 阿嬤就會拿出來一盒 就說這蜜蜂花要擦咧 然後我們就要過年的時候都擦在那個頭髮上面 小時候就很期待 所以我今天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可以來體驗一下 以前都是拿已經是完成品的 今天要自己手作把它繞一下 對 那老師我們就去手作那邊吧 好 謝謝 這邊 好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這邊有耳環 然後琳達手上有這個小時候我印象中的蜜蜂花 雖然這是漂亮版 以前小時候是另外一個比較大紅花的意象 那現在我手上還有一個書籤 所以呢就是大家來這邊想要做體驗的話可以選擇你想要做哪一種作品 那今天琳達呢希望可以做一下這個耳環 看看能不能帶一個漂亮的耳環回家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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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次體驗滿這個純拉輝的這個手作 蜂花的這個過程啊 我覺得真的是完全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常常跟阿嬤就在客廳啊一起手作 因為大家想就是過去在永靜這個地區其實就是農業社會嘛 那農業社會的時候就大家可能閒暇的時候大家一起在客廳 坐下來手一邊做很多事情一邊聊天 然後在這個一來一往之間人跟人之間的感情就越來越緊密 那今天跟老師一起在體驗這個手作感覺也是這樣 就是你花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靜下心來好好做一個 專屬你自己獨一無二的一個經驗品 同時這個過程中跟老師的互動也會讓你更了解永靜這個地方 非常推薦大家來到永靜可以來這個賠花學體驗一下 好啦那Linda今天來到路線的最後一個景點沒錯就是我們陳美文化園區 那我現在站的地方呢就是陳美公堂 手上拿的這個呢就是客家的花布做成的紫傘 大家呢如果來這邊玩可以先借用一個這個紫傘來到這邊感受一下過去這個米市街 建築的魅力那跟大家介紹一下呢這裡呢其實它是 衛家的這個古厝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裡面有很多互動式的景點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囉 剛剛呢工作人員跟我們介紹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這扇窗啊它是有玄機的喔就是過去那個比較傳統的時代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就是很明確的表達對男女之間的喜歡嘛 所以當你要選女婿的時候呢這個窗喔它是有玄機的 女生可以站在後面然後再透過窗去看站在對面客廳的男生哪一位是他喜歡的 如果喜歡的話就讓窗開著如果不喜歡的話把窗關上就可以讓長輩知道說 喔這個他沒有興趣欸哪一個他有意思這樣子呢就可以成就一張好音樂 這個就是沒機會了這個不行不行 那可以就要這樣打開可以可以這個讚讚 哇來到這一間呢這個字非常的特殊它是四個字孔夢好字拼成的一個新的字叫做牆 他們是客家的這個發音叫牆 那這個字呢它的意思是很好很棒的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來這邊呢可以體會一下這個 學好孔夢之道當做教育核心的這個精神 天啊這個趙咖真的是太讓人懷念了 我阿嬤家自己本身就有這樣子完整的一個set 就是以前這種木的餐桌 然後每次吃飯就是這樣一整桌 然後因為農業時期嘛大家吃飯時間可能不一定 有的人還在舔你忙有的人已經結束了 那吃不完或者是在等人家來吃的這些飯菜放著的時候 就要有這樣子的東西把它罩住 避免那個蚊子來入侵這樣子 那像身後這些木製的這些餐櫥也是可以放很多 像這邊有放菜啦然後或是你的餐具 然後這個大招更是讓我懷念 因為我阿嬤家也有這樣子的大招 小時候跟著阿嬤一起在那邊 摧菜桃櫃啊把爸掌啊 或是拜拜的時候準備那些三生無禮 其實都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一整個環境在處理的 那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有來陳美文化園區 可以來參觀一下 因為在台灣要能夠保存這麼完整的一些 整個完整的set應該真的已經非常非常的少了 那琳達今天看的真的是覺得太懷念了 我可能就是我小時候在鄉下混的這個感覺 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啦琳達今天騎完這所有的路線呢 是覺得相當的懷念 雖然呢我小時候都在彰化長大 但是其實對永靜這個地方沒有太多的認識 今天呢實際來走走才發現 原來永靜這個地方這麼漂亮 這麼多很特殊很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景點產生 那也非常非常推薦各位車友 這個路線真的很簡單 所有的景點你如果要騎的單車 全部一站一站的跑 其實完全沒有超過10公里 甚至是你要慢慢的步行 甚至也可以完成的一個距離 所以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在周末來個小小的散心 或者是全家大小一起出來走走看看的話呢 今天的這些路線 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呢就住在大都市嘛 已經脫離而過去的這種農村生活 我覺得要了解自己過去是怎麼來的 才知道未來要怎麼走 非常非常喜歡今天的這個 永靜巡禮推薦給大家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明天下方按喜歡 訂閱Lilove Cycling 最後我們就在路上見囉 掰掰 掰掰